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内容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魏普评论习近平为中国金融业举其定向 习近平为中国金融业举其定向 魏普评论 最近中国大陆传出两条关于金融业的重要消息 一条是习近平在中央金融会议上的指示 另一条是官媒求是的相关文章 两条消息代表的动向与趋势 特别值得关注 10月底 习近平在中央金融会议上要求 中国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 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加强金融监管等 12月1日 中共求是杂志探发了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的文章 重申了习近平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并明确要求中国的银行 养老金金融 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 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 服从习近平的领导 该文还充满了对习近平的阿谀奉承 称习以洪祸战略视野和深邃历史 洞察为金融工作举其定向 谋偏布局是做好新时代新征程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的讲话和求是的文章 当然是希望为问题丛生的中国金融业解套 但是用意识形态 用马克思主义 用确立习近平在金融业的核心地位能救中国金融吗 中国金融业会不会因此而进一步衰退 内资和外资会不会都吓得外逃 对这些问题求是的文章不会回答 他只是告诉外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习近平正在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指明方向 金融业何去何从将取决于习近平的亲自指挥和亲自部署 习近平亲自指挥金融业似乎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确立自己在中国金融业的核心领导地位 在这方面习好像很自信 他不是已经在党内建立了一人说又算的独裁体制 在军内确立了习指挥枪的说一不二的系统吗 其次建立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和习近平金融思想 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应当就是习近平的金融思想核心 至于市场的逻辑他不会真正在乎 再有安插自己的亲信与金融重要岗位以掌握钱袋子 习近平的哼哈二将何立峰和李强分别担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书记 求是的阿谕文章应该就是他们给习的投名状 那么习近平亲自指挥金融业是不是管用吗 依我之见这对中国金融业可能凶多吉少 自从新冠抗疫以来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无不败笔连连 现在习又动起了金融的脑筋 这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溃败的最糟败笔 这不只是外行领导内行 政治主导金融 他对金融体系的强化控制 更有可能把中国带回改革前的黑暗荒诞年代 并使财政和金融进一步失衡 2022年 中国地方债务高达92万亿元人民币 占GDP的76% 如果债务失控 中国金融可能会步入明斯基时刻 Minsky Moment 即资产价格崩溃 引发债务崩溃的时刻 中国金融业无法承受这样的折腾 目前 信用评级机构目的已经毫不客气地 大规模下调了中国金融的信用评级 这可能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这个评级几乎把中国的大银行一网打尽 被降级的八家中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此外 被降级的还包括18家中国企业 其中有13家央企及其子公司 两家地方国企及其子公司和三家民营企业 而习近平亲自指挥金融 有可能加快外资逃离中国 本来外企在中国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 就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和政策的朝令夕改 这些不确定性经常让长期外国投资者却步 现在习近平又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 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这更吓坏了外资 目前有不少西方金融机构缩减了在华投资规模 比如 花旗银行对在华个人业务实施了战略收缩 先锋集团从大陆撤出其有限业务 就连一项为中国崛起唱赞歌 两年前还声称 中国将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大佬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 Ray Delio也突然减持了13的中国持股 习近平为金融业举其定向 更增加了政经环境的不确定性 中国金融业的复苏与发展似乎更难了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Radio Free Asia 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聊聊 最近中国金融业的一些动向 习近平最近在中央金融会议上 亲自发表了讲话 要求中国金融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强调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同时 《求是》杂志也刊发了一篇关于金融的文章 强调习近平在金融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这两条消息引发了外界的热议 习近平亲自指挥金融业 是希望为问题丛生的中国金融业解套 但是 用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金融业 真的能救中国金融吗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 这对中国金融业可能凶多吉少 习近平之前在新冠抗疫工作上的表现 已经让人失望 现在 他又动起了金融的脑筋 这可能会加速中国经济的溃败 内资和外资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甚至外资可能会加速逃离中国 信用评级机构目的 已经大规模下调了中国金融的信用评级 这对中国经济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同时 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也变得更加谨慎 不少西方金融机构 纷纷缩减在华投资规模 习近平的金融指挥 可能会加剧这种趋势 总之 习近平为金融业举其定向 可能会增加中国金融业的不确定性 这对金融业的复苏与发展并不利 希望中国能够找到更合适的方式来推动金融业的发展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对于习近平亲自指挥金融业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